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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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没有 重点是说我觉得看了一下 因为光棍节之前 内地的媒体很多人在讨论 网路也是讨论 我不太能理解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都是从负面的角度来看 觉得好惨 我今天还是单身 男的单身 女的单身打光棍 他们没有想到那是非常快乐 那是黄金时代 还没进入婚姻这么残酷 这么不人道不道德 不卫生的制度 不卫生 以前 你知道为什么不来好好 来庆贺她 你的光棍的身份 你看她脸上全是对她光辉碎热 是吧 那我是不太能理解 我可能要 这个还是要经过过来人才明白 这种差别 永远都是这样 结婚的人都告诉我说 朱婷不要 你现在是最好的时刻 然后呢 甚至有人告诉我说 你到底想 为什么那么 你想要追求婚姻是为什么呢 这样子 然后你什么样的婚姻 你觉得很满足呢 我说如果这个婚姻里面 可以让我做我自己的话多好 他说如果你想做自己 那千万别结婚 你现在就已经在做自己 对呀 只有单身才可以 驚喜 我想说 大家不都说 你们要追求一段感情 那个人可以让你做自己吗 然后可是一个长辈跟我说 如果你想做自己 那千万别结婚 因为在婚姻里面 你不会有自己的 是吧 你知道就是他们老是批评我 像扎建英老师 他老批评我 他觉得我有歧视女性的观点 可是也可能吧 但是我总是觉得 这个女的 就是个下稿 不是 他就是说 你要不就一个人 但是他不是 他要找个人 对 但是他要找个人 他又要 你让我要有一个 我一个人的空间 我 这么说吧 我对女人的一个歧视 就或者说我的偏见 是我认为 一般来说 女人她总是想找个人的 男人也是不是吗 不用 都是吧 我觉得补充意见 重点不在于想找个人 男的坦白讲也要 安全感什么 到一个地步 因为就算你很多女朋友 你每天要考虑下班之后 找谁来略会 也是很累的事情 要计算很多成本 问题是说 香港人 计算很多成本 那个成本不一定是钱 时间精神 时间精神 然后重点是说 很多女的 不一定是全部的女的 重点是说 他们想找个人的时候 往往找一个人回来 又想把他改变 比方说他喜欢一个什么 很外向的 很活泼 很多很懂得跟人家交往的人 找回来之后 他又想把他改变成 只对他好 只对着他一个人 这个情节叫做什么 美女与野兽 永远你爱上一个野兽 然后又想把野兽 改为变成一个王子 很听话的王子 那就跟你买车 明明人家车子 已经设计好一定的性能 但你买回来 就是要多加个涡轮 多加个钢圈 你就是要把人家顶坏掉 让他跑比较快 是一样的道理 加东西还好 你真的能够比较快还好 但就是改他 对 问题是你买回来 就是非法改装 你知道吗 现在非法改装 你买回来之后 完全想把车 改为一条船 想把一个电单车 改为一个脚踏车 我觉得重点在那里 充足在那边 我问你 你享受不享受 一个人的生活 我享受啦 其实 享受吧 因为我有一些闺中密友 我就是一些姐妹 我就发现有的人 他现在已经变成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生活很多年了 当然可能中间有个炮友 什么的也可能 对吧 但是他慢慢就觉得 往往这种女的 还是三高人群 是吧 高血脂高血压 也包括 职业收入也高 文化也高 实际我认识的人长得也漂亮 大概就要求啊 也比较高 慢慢之后啊 你去他们家 哎呀 他一尘不远 非常干净 对吗 然后呢 他慢慢就觉得 说哪怕有个短期的男朋友 这个男的在我这住啊 超过一个星期 这个女的不行了 他就老是觉得 我还是第一 真的 就是他慢慢还是觉得 他形成了一个人的生活 惯性 是 可是呢 对于女人来说啊 寂寞是本能 他也总会再强的女人 他午夜梦回啊 他也觉得 是 但是他那个 就真的只是 我应该是说 像我也是单身了 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觉 例如说 只要回台湾啊 或者是跟我家人相处 那我们也会住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 但是你再住到五六天以上 你不是说不喜欢 那你就开始觉得 压力就来了 就觉得 我已经没有办法 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哎 我到底怎么会 连跟家人相处 都已经这么随性的时候 你都还是有一点点 心理上的压力 那你怎么去跟一个 更加陌生的男生 去相处呢 所以我就发觉 如果我现在 可能没有办法 脱离光棍 那就是因为 其实我的心里面 有一种声音 是我没有妥协 我不想妥协 就是因为 我还是享受现在的情况嘛 就是我要承认 就是我可以满足 由于我自己 现在的生活品质 我想去看什么电影 我想吃什么 我从来不需要 假借他人的力量 我可以自己完成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到底要来做什么 然后我也承认说 曾经在过程当中 有些人可能要追你啊 或者是 试着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 只要有一点点个性上的不和 我现在就好累啊 是 我真的就 算了算了 就 就离开吧 我也不要选了好不好 你想怎样就怎样 我也不想改 我连改变的力量的时候都没有 我何必呢 我明天自己开心就好 何必找我一个人来烦 没错啊 就是说啊 你不吃粗粮了嘛 你要吃细粮 对吧 可以 可是我听又婷你这样说的话 我是老头了 老头的感觉是说 他表示 你爱那个人不够深 假如那个人有某种魅力 让你爱他够深的时候 那种什么一点点的不自由 不习惯 你都愿意 你根本不当一回事 因为你清楚明白 你爱这个人够深的时候 你根本不想 这也是 但像他这样一个保经沧桑啊 这个 重新沧海难为水 不是 在恋爱的战场上 是吧 已经冲杀了很多年的人来说 是不是越来越难 就非常投入的 能够放弃一切 爱上一个人 这种感情难以出现了 对 当然他曾经沧海了嘛 看到太多的好的男人 或是坏的男人 你难道说 你觉得你还会像十几岁的 女中学生 爱上一个人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跟你走遍天下 我的什么都可以不要 你觉得你还会吗 其实我觉得难就是难在 我还坚持这件事情 我说真的 如果我不坚持这件事 我只要一个 好 就算大家现在说的 有点财产 财产啦 有房有车啦 然后对我也不错的男生 有没有用 但是 他那个感情 我们两个之间的感情 是不是那么纯粹 像我们不一定要十几岁 或我们心里中 对爱情那个完美的理想不到 所以我没有办法委屈在这件事情 我认为是委屈啊 就是委屈或者是妥协在这件事情上 所以我要承认是说 我觉得反而是因为 我可能对爱情还有一定 过于天真 或是过于完美的一个想象 所以我现在是光棍 我没有办法 所以不是大家想的说 是我条件太高 那个条件高不是在于 外在的条件 那个条件在于心灵层面上 到底有没有人可以 我今天讲这句话 他可以懂 是不是他可以跟你 就是真的不顾一切 我们今天就是 做一件我们想做的事 等等 就是那个感情上的那种 纯粹啊 现在很难了啦 那个纯粹我觉得现在很难 包括对男生都不相信这件事情 没有人相信这件事情 你找不到一个人跟你相信爱情 还有一样是纯粹的人 我们是相信 你们相信吗 我们相信 我们相信 有那观众 为什么不相信呢 你放弃你的一切嘛 就是我们 对我们可以啊 可以可以吗 你放弃你的一切 你先试试他 他不行了 再来找我 对可以可以 电话留一下 两位 香香三远行 广告之后见 相信相信 诶 又婷啊 就是我们都是相信的 但是有一句话 鲁迅先生说过一句话 这个爱情啊 总是要有所复利的 复利就是说啊 他呀 跟现实一接触的时候 会产生化学的变化 这你承认吗 承认 对吗 你比如说 咱们俩要是去来个vacation 我觉得可以 东京之恋 是吧 咱们就休假 两个星期之内 我们俩人什么都别谈 我们可以来一段傲事豪情 对吧 非常纯粹 但是呢 你们两个回了香港以后啊 你们事就多了 事就别人一看 哎呦我们俩是同事啊 同事搞在一起 跟公司里他们八卦啊 那跟他们怎么解释 然后呢 哎呦我们俩真在一块吗 房子住在那里 哎呦 钱怎么办 你的爸爸对我妈或者妈妈 你的妈妈对我是什么印象 我的家里人 对你又是什么印象 这些事情 你发现没有 他渐渐的在让你那个特纯粹的东西 在变质 不会啊 那个纯粹东西才可以支撑你去解决这些烦的事情啊 你解决了吗 到今天没解决 就是先没找到那个纯粹的人啊 那个纯 他不相信的时候 我讲什么 他不相信 或者他觉得纯粹的时候 我要先把他 变得跟我是同个频道 我们才可以有一个共鸣 我现在感觉吧 你不大容易嫁的 不是我不是说你嫁不出去 我是说 光棍剪掌这件事你也太应景了 我是说以前文道说过一句话挺好的 他说中国的有些女性啊 他是拿这个嫁人结婚呢 作为改变个人命运的一个机会 是 改变生活方式 你知道吗 这种女的实际是要嫁的 因为生活所迫嘛 他确实他生活上就需要嫁人 那么 但是像你啊 我就发现人呐存在一个两项比较 其实就是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是吧 你也就是说我自己能养活自己 好 那么在爱情方面呢 我就可以挑剔一些 挑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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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剔挑剔 你每次你有一种懒惰 你知道吗 你想哎 反正我昨天我自个儿在屋里过得挺好啊 那么难道我还要投入这个有风险的 或者我觉得少少有点不靠谱的事情吗 那就算了 可是别忘记啊 别忘记人是往前走的嘛 所以刚文涛说你好像不容易嫁 嫁不出去等等啊 这个可是我也见太多类似的例子 到了一个地步他就放弃了 找个人吧 找个让你舒服的 可是不要用放弃这样 你能够控制的 控制他的人 你就嫁出去 往往是很突然的 可能到明年的今天 你突然接到又婷的喜田 我就嫁了 而且嫁给你的上司 他也是同事嘛 他没那么早到更年期 对 就可能timing没到 所以timing is everything 就时间是 timing is right 问题是 我稍微放弃两个字 我说改变吧 人会比较原谅自己的改变 原谅自己 没错 人是一种处境的动物 真是见步行步 就走一步看一步 今天的你所有的因素和条件合在一起 让你过这样的生活 其实这100个条件里头 只要有一个条件改变 可能一切就都改变了 而且甚至说找个人生活 我老觉得 对于有的人来说 你知道光棍成瘾的 光棍能成瘾 尤其是在现代社会 老实说 他要是真是一个个人生理的需要 他也一样有办法满足 对吗 那么慢慢 而且特别是你知道 自己挣的钱自己花 自己买的房子 自己一个人住 这个感觉 那是太舒服了 你知道吗 就是 就是为什么他们说 自由到自闭 你知道 我也有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觉得 我就喜欢一个人 就自闭 那个自闭的程度 为什么我要上瘾呢 那种自闭的程度 能到一个什么 就是说 你到邻居家串个门 你都脸红 你知道吗 就是都或者都激动 都心想到要去串门都激动 就是成瘾 一种生活方式做光棍 所以文超不适合你 记住 那就我还是相信 但是你得现在法律上是单身 这个这个是重点 你可以为了很多不同的理由 打光棍 有人是成瘾 喜欢自由等等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在哲学 社会学的层次 来坚持来打光棍 他不相信一夫一妻制度 他觉得这是不好的 这是罪恶 我不能进入一个制度 说把一个人看成我的财产 你是属于我的 我是属于你的 而且我只能属于你 说难听 从某个角度看 结婚一夫一吃 就是说 我们互相的升级器官 只能互相来使用 不能给第三者使用 给第三者使用 你这是不道德 还是犯法等等 他不相信这一套 他不愿意来支持这一套 所以他就不结婚 没资格当光棍的 就开始批评一夫一妻制 像你言以明智 所以我对这很不满意 所以这些结论很清楚 你的选择 你应该很清楚 就是一样没选择 不是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 他说这也有一个问题 现在为什么有些优秀的女的 她们总是在破坏别人家 不是 我不是说不是 就是她碰见的老是有老婆的 因为年龄到了 你的生活的朋友 因为人脉是累积的 这跟工作的人脉是一样 你工作多久 他就跟你从第一年开始 一直累积上来 所以包括大学同学 高中同学 在我这个年龄 他们都结婚了 而我在透过他们认识的朋友 大部分也都结婚了 所以我生活群当中 不结婚的是比我小很多的人 那你不可能去跟那样的男孩子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有些时候太幼稚了 还有他们没办法 就是他们觉得 他们没办法掌控你 男生还是觉得他是要掌控你 你看这就是所谓女权 咱们那天讲女权 你知道西方有些很极端的女权分子 他认为整个你这套模式都有问题 为什么 说女的要找一个跟自己相当的 或者说高于自己的 对吧 但是女人为什么不可以玩一个小男孩 就像男人贪恋少女的青春的身体一样 你欣赏的是这个男孩子的他的天真 他的朝气 他的胸肌 你在玩这个 你为什么不能这样的去跟一个人淫乐呢 不是 就是娱乐 但是男生不 有些时候是男生自己会却步 他没有办法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在心灵上掌控 而且我说如果你说肉体什么 这反而容易很多 就是心灵上比较没有搭在一起 如果一个小男生二十五六岁 他现在还是想要party everyday 每天晚上兰桂坊喝酒的时候 你也没有办法跟他很认真的 或者是说他在拼事业 因为他二十五六岁 我们可能已经进入事业上 比较相对稳定的一个阶段 但他们还在起飞的时候 所以他可能每天都在工作 那你已经有一定的生活水平的时候 你的时间跟他时间也搭不上 所以这是现实生活 所以就是我那天看见一段 这个名人名言啊 好像是美国的一个女的说的 美国的一个专栏作家 说男人通过吹嘘来表达爱 女人通过倾听来表达爱 而一旦女人的智力长进到某一个程度 他就很难找到一个丈夫 因为在他倾听的时候 内心必然有嘲讽的声音在响动 你是不是有这个体会 有时候听我跟你砍什么的时候 实际你心里面这啥 其实这边做了一个主要的 有没有在边想着这两个小 误入我们的感情 太实在了 我们已经太熟了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让马嘉卉休息一下 平静一下我的心情 广告之后见 马博士刚平静下来 刚平静下来 我刚是反而是想到说经常 我们一直说什么女性主义者 动不动的说男性侮辱他们等等 像有时候有不同的侮辱的方法 像女的对男也是 像我在想 假如今天一个男的公开说两个女的 你两个啥 啥什么 那不得了 马上会变成一个说 可能是万千的女性观众 去痛骂的一个嘉宾 OK 假如是一个女的公开说 你两个啥什么的时候 我想骂他们好久了 谢谢你这样子 我好怕被你们的女粉丝骂 所以你知道吗 我是男人 我很检讨 我很了解 百分之九十的男人 都是傻子 要不就是坏蛋 你这个东西 没有办法 所以我现在妥协一件事了 我们这个性别素质就是这么差 不是说素质差 是说我应该觉得一件事情 就是说 男人没有长大的 就是我们母亲 女人误会了 最大误会就是以为男人是成熟的 No 就是当一个男生在你面前 越不成熟 其实或许表示我们是更 更亲密的 因为他可以展现他不要武装的那一面 所以如果用这样子的期待 会不会就比较不会觉得 对对方是幼稚的 相应的也是 你知道作为我们男人 我们觉得我们这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认为女人是原来是不听话的 这个你知道吗 为什么要听话 对原来我们认为女人是听话的 或者咱们一旦相爱之后 你就要听话 你就要这个女人不听话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知道吗 我认识一个收藏家 他抱着他那一屋子的石头 我说你为什么喜欢这个不喜欢女人 他说他们比女人听话 他说我告诉你玩到最后 我就是守着我这些东西 我吃了一辈子女人的苦 他女人太烦人了 就他不听话 为什么要听话 听是听你说话就可以 但是为什么要听话 就是follow规矩你的 那听话我觉得第一个是 满足男人的权威嘛 那他另外一个解释说 听你说话等于是包容你 因为男人出去冲出去场 很容易受伤 或说自以为受伤 那女人要找一个 接着想来为您播出 珍宝总动员 她会挺快 她也他们竞画自己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